300万药袋荒冷 迅速删除与医生的聊天记录 医疗黑幕有多黑 最近的医疗行业大震动 不少医生 药袋瑟瑟发抖 而老百姓振臂欢呼啊 这到底发生什么呢 原来在今年5月份 国家卫健委在全国展开医药领域的反腐行动 目的是要纠正医药销售和医疗服务的不正之风 到8月份 全国有超过150名医院的院长 以及书记被调查 科室主任会更多 而药企业不例外 很多医药代表被抓走 药袋们害怕担责 迅速辞职 并立刻删除与医生的聊天记录 可见药袋们呢 与个别医生的猫腻实在太多了 因此医药企业马上推广合规内容 让员工学习 在我们看来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 医生们努力为百姓百毒病过 深受百姓的尊重与爱戴 可是光鲜亮丽的职业背后 却隐藏着丑陋的面孔 很多医生院长与医药代表合作 谋取患者钱财 那么他们是如何合作呢 医药代表就是专门推广 销卖药物的人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 南方有一家合资制药公司 率先培养出一批医药代表 之后各大药企纷纷仿效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全国医药代表多达300万人 他们与医院是合作关系 而国内的药袋与国外不同 在国外 医药代表更多的是代表 药品生产企业 与医药零售商沟通 不能与医生直接沟通 作为一个信息传递者 他们的职责是向医院 传递药厂的最新动态 然后再把医务人员 用药的临床情况反馈给药厂 如果临床表现不好 好让药厂及时调整 而在国内 医药代表主要职责是药品 或者医疗设备的推销 与医生建立合作关系 向医生介绍药品信息功能 同时协助医务人员 正确合理使用药品 还借此提高药品的销售量 所以所谓一名医药代表 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还要有很好的口才 更要有道德诚信精神 从中可知 国外医药代表 更注重专业知识 而国内医药代表 更注重人际关系和人脉 腐败就这样产生了 一些医药代表 可能会向医生提供回扣 或其他形式的财务激励 以促进他们使用 特定产品为药品 比如患者感冒了 有几种感冒药 那么医生就会指定患者 去买感冒药 实际上根据患者一些情况 另一种感冒药 对他效果更好 医生为了拿到医药代表奖励 丧失了医德 由某医院院长指定某公司的医疗器材 为医院供应商 得到回扣上百万元 还有中山某医院院长 收红包回扣三千多万 被补后 人均医疗成本下降一千多块 这就因为医生指定患者买药 医药代表提升药价 医生的提成就更高了 而患者的医疗费用就更高了 甚至有些药物啊 患者根本用不到 医生还是开这种药给的 这可能导致医生不恰当的选择某些产品 从而损害患者的利益 很多患者去医院就医时 就经常的遇到医生乱开药的现象 打个比方 本来就一点小感冒 只吃感冒药就好了 谁是医生还开出了抗癌药物 这根本用不到啊 从而对患者造成伤害 医药代表与医生的合作 导致很多人无力治疗病情 所以国家出手整治医药腐败现象 导致医药代表们人形惶惶 为了自保 他们又是辞职又是删除记录 对此你怎么看 感谢观看